歡迎收看本週的K&BOX 華語新歌週榜 我是大豆 我是子豪 好 馬上為大家來播報 本週的榜單 那就由你先開始好不好 第十名是 楊誠霖的 一千零一個願望 那其實這首歌非常特別 是在楊誠霖以前是 Fall in love時期的時候 他們團體所唱的歌 那這次推出了楊誠霖 個人獨唱的這個版本 對 單人版本 這次他的演唱會 其實上禮拜剛結束 然後他有自己在唱這首歌 特別感染 對 所以就讓我想到說 我該不會十年之後 然後自己一個人 唱Special第一張專輯的歌這樣 但這前提是十年之後 你還在演藝圈的話 不是啦 開玩笑 我希望 我現在感覺我也慢慢 越來越飄走 開玩笑看 說不定你之後十年之後 你是一個大老闆 產品公司老闆 就不願意做這件事情 也是 或是可能這家種田 之類 賣術 然後賺很多錢這樣子 開伐力 也不混演藝圈了 也不錯 你是不是覺得抱怨公司 不是給你給太少 有那麼明顯嗎 很明顯嗎 因為我跟你們Special幾個成員 一起在主持節目 所以有一次我們不能 撇到你們的心資單 從那天開始之後 我就一直努力的 把錢塞給Teddy 你知道嗎 那我可以給你我的心資單 你也可以塞一點 開玩笑 現在本週第九名 李久哲 Will you remember me OK 我們講英文怎麼會走音 Will you remember me 李久哲這首歌超級好聽 而且上次他在這個發佈記者會上 突然說 他已經學相馬欠了 其實你知道真的嚇一大跳 而且會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男生真的好痴情喔 對啊 這麼多年來 然後甚至李久哲到現在 講到相馬欠他會哭耶 我覺得其實 不枉費我以前模仿他 我們可以看一段就是 我為他好苦啊 算了算了不要 那很久以前 本週第八名是李榮浩的戒菸 那其實李榮浩在 楊丞琳演唱會的時候有到 如果以後我就是 有寄另外一半來開演唱會 我也會想要坐在寶箱裡面 我哭哭他這樣 你不會想要上台跟他一起表演嗎 不會啊 我覺得好尷尬 我自己會害羞啦 不會 自己 你要上去然後就忍不住 親他一下 什麼這樣 我忍不住這樣 真的真的 親完之後這樣 我忍不住啊 沒有 現在大家走中 比較真性情路線是OK的 好 本週第七名呢 是我們玩通的Spy 本週的第六名是 徐佳穎的言不由衷 那其實徐佳穎這一次 我真的覺得 讓我很興奮 因為有兩個我非常非常喜愛的 女歌手 一個是愛宜良 一個是徐佳穎 那他們兩個結合了 對 這次他們兩個 講結合好像怪怪的 這一次是由愛宜良 就是作詞作曲 沒有 我沒想到就是 我可以美夢成真 他們兩個居然結合了 對 你自己還不是說要做 就是結合 對 結合好像比較順 好 本週呢 第五名是阿妹的 偷故事的人 恭喜 阿妹真的太強了 對 這首 這首歌其實也是 是愛宜良寫的嘛 對不對 愛宜良 她現在寫歌的成熟度 已經到了一個 另一個境界 真的是另外一個境界 然後她寫這些歌 透過像 LALA還有阿妹 這麼會唱歌的歌手 把它演唱出來的時候 真的是會讓你有一種 痛徹心扉的感覺 本週的第四名是 周星澤的《如果雨之後》 這超厲害 講到我覺得其實 就是大家都已經知道 這首歌非常好聽 那我要講一個我個人的小故事 有關於周星澤的 唉唷 說完聽聽 對 對 我記得以前我去唱唱歌課 唱唱歌課的時候 老師要我唱周星澤的歌 哪一首 你自己Cue這樣 然後你以後 你自己看你就要唱啊 很兩句 真的啦 我覺得還是不要 不行 你有上課的 快一點 我故事還沒講完 就是 老師說你可不可以 你就唱看周星澤的歌 然後呢 我唱了兩句之後 老師說算了 你不要唱好了 我們換另外一首 結果呢 因為我唱得太爛啦 是嗎 所以我這邊要講的 其實就是 我覺得周星澤 他的真假音轉換的地方 他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所以老師後來叫你不要唱 周星澤 叫你唱周星馳嗎 你到底後來唱了什麼 他後來 我覺得不要講 後來唱什麼歌 不然這樣比對 好像另外一個歌手 好像比較那個 也不是因為歌曲 本來就有難易度之分 周星澤他其實有這個VC 給我們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喔 是的 我的新歌 如果以之後呢 有看到 進KKBOX的台上網上 然後我覺得非常開心 然後我覺得也很榮幸可以跟 現在發配了很多的 大哥跟大姐姐 一起在排行榜上面 這次的 如果以之後的MV呢 我們去北京拍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非常冷 然後我們有沒有要淋雨的 可是我其實已經有蠻多次都淋雨 所以最後就決定 還是不要淋雨 因為有淋雨可能就 因為那時候已經有感冒了 然後 Jesse也開心 可以跟吳倩一起合作 然後他 我覺得他非常的可愛 然後在演戲當中 也非常的自然 然後有一段時候 在要演吵架 然後就是要丟書這樣 然後我原本以為 可能他會往這邊丟 然後一朵 然後就 直接往我頭上飛過來 然後就是 還滿痛的 可是我一定要專業的演完那一劑 要不然要再被砸一次 對 當下有嚇到嗎 就 有嚇到一下 可是我覺得也很自然 因為就是本來就是要演 就是被輸打的那個戲這樣 彭舟第三名呢 是JJ林俊傑的 《偉大的描小》 我覺得這首歌我第一次聽到 是在金馬獎的頒獎典禮現場 最近因為林俊傑參加 《夢想的聲音2》 你知道他這次改編了一些 因為他藏在裡面 他被稱之為是像 魔術師般的改編 因為他可以把很多歌 然後改編成他另外一個樣子 像他最近改編了那個 《甄嬛傳》的片尾曲 《鳳凰魚飛》 他在裡面很猛你知道嗎 他唱三種不同的唱腔 他唱第一個 這是比較正常的 然後後來帽子拉起來 就好像變成一個 女生的聲音在唱這個歌 然後後來又再變另外一個樣子 對 所以林俊傑他唱歌 真的很好聽 然後也很會改編這些音樂 本週的第二名是王俊傑的 《我多喜歡你你會知道》 那其實這首歌 是最近非常一部很紅的陸句 叫做 《自我們單純的小美好》 《自我們單純的小美好》 對 那其實這部片呢 我在爆榜 我在聽這首歌之前 就已經身旁所有的朋友 都已經跟我講 都已經在討論這部戲了 那其實這部戲 他拍得真的非常有質感 如果大家就是有空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他不管是畫面還是燈光 都會讓你有一種戀愛的感覺 男主角現在也是在 現在是非常一線的天才型 他現在也就是 新生代最紅的 對 小聲這樣子 本週的第一名 就是我們Mason阿妹的 《聯名代姓》 這首歌是周杰倫 2007年的時候 有幫他做那個 《如果你也聽說》這首的譜曲 過了十年之後 重新幫他譜這首 《聯名代姓》 然後歌詞是葛大為老師吧 然後寫的 然後這歌詞寫得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想說 本來我跟你是情侶關係啊 然後後來其實我們已經 可能已經分手了 然後你開始叫我 你用《聯名代姓》的叫我 聽起來好像是禮貌 其實每一個字都是讓我很痛 你知道嗎 對 MV找Selina來演 我覺得Selina 這個MV演得真好 我不得不說喔 因為她在我心中心 是一個浮誇的女孩 你知道 這麼直接 但我想不到她在這個MV裡面 她要把那個內斂 那個感覺演得很好 《聯名代姓》 如果你真的靜下心來聽聽阿妹 在唱歌的那個口氣的話 還有你仔細去看的歌詞的話 它真的是一個很標準的 阿妹式的情歌 然後會讓你就是 聽到就是 會想起你某一段的戀情 然後如果你沒有哭的話 那就是你的問題 你就是 沒心沒肝沒肺 沒血沒淚好不好 真的 你去聽聽看 你是沒有這樣哭 你被驚訝了吧 我當然有聽 可是我沒有哭 搞得我好像 你還沒有感受到那個 現場被罵了一頓一波 因為你們帥哥不會有這種 你知道像我們這種 都會有這種心情 真的嗎 真的真的真的 其實我有哭啦好不好 是嗎 不講 好的 以上就是本週的 KK BUS 華語新二洲榜 請下週一定要繼續鎖定 KK BUS 華語新二洲榜 Goodbye 靜山 K BUS 華語新二洲榜